富人惊恐大哭 不敢相信好好的家 竟然变成断圆残壁 爆炸瞬间更恐怖 有路人甚至突然被炸飞 仓皇逃出的民众 在滚滚烟城中张望 生怕再次爆炸 相差多长时间 一两分钟 还在准备会发现有个黑色包裹 等到警察还没过来就已经炸了 广西柳城县30号才惊传17起包裹爆炸 由大楼被炸到半边塌陷 连快递车都烧得只剩果价 当地政府紧急发简讯 警告民众不要打开最近送来的包裹 没想到隔天一早又发生爆炸 威力之大 连民众在床上都能感受震动 警方紧急拉起封锁线 不准民众靠近 警方出复认定 爆炸案跟恐怖攻击无关 中国人权文运讯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就说 而事件里面的炸弹制作精密 可能有超过10个人参与 尽管警方调查 两环爆炸案是刑事案件 民众依旧不安心 有陆美报道 嫌犯可能雇用他人 以送快递物件的方式犯罪 而连续两天爆炸是否有关联 仍带进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